但凡你听过的所有巨石遗址 什么古埃及的大金字塔 师生人面相 南美洲的普马彭古 秘鲁的马丘比丘 智利的复活街道石像 黎巴嫩的巴勒贝克神庙 英国索尔兹玻璃平原的巨石镇 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等等等等 一旦说跟咱们南京的阳山悲才相对比 毫无疑问上述全都是弟弟 中间差了数百上千倍 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巨大的阳山悲才 难道真的仅仅只是 名城祖朱棣给他老爹朱元璋 修石碑中途器用的三块废料吗 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未知用途 亦或者这真的是人类所能使用的石块吗 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今天来聊 目前地球上人类文明已知的最大的人造巨石 连植衣都不需要 阳山悲才 阳山地处我国南京市的嘉宁区 距离朱元璋的明孝林大约15公里 阳山悲才说白了 就是三块被弃用的巨石 分别为碑额 碑身 碑座 其中最小的碑额就重达6118吨 次重的碑身8799吨 最重的碑座更是达到惊人的16250吨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 这三块巨石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禁难之变后 把他亲侄子朱允文拉下台 自己当了皇帝 那为了笼络人心稳固政权 于是决心修一块巨型石碑彰显自己老爹朱元璋的伟大功德 在公元1402年 征集了全国上万名工匠 于南京阳山南路地带 开凿出三块石碑石 由于工程量实在太过巨大 中间还出现不少伤亡 残死者的尸体被随意扔在阳山附近的万人坑 日经月累 坑内尸体直接堆成了一个大坟包 这也正是当地坟头村的由来 可最终结果呢 由于开凿出的食材过于巨大 无法搬运 更不可能组装 只得被弃制于原地 有不少网友还戏称 这估计是整个大明王朝最大的烂尾工程 但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给一个朝代太祖修建林墓的石碑 毫无疑问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起来的工匠虽多 但一定都是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尤其统管这事的负责人 事先怎么可能不明白 根本没有能力去运输如此之重的石块 那么如果事先明白 又怎么可能会修这么大 最关键的 这三块巨石表面看 确实能组成石碑 然而实际上并不符合 咱们一一细看 三块巨石中最大的碑座 长29.5米 宽12米 高17米 重16250吨 之前有聊过一期 巴勒贝克神庙 其中最大的运之石 也不过才看看1100吨 像这种16000多吨巨石 别说中世纪的明朝 就算以现代工业为名 都很难很难去运输它 举个例子 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博物馆 放置了一块 重达340吨的巨石 在2014年为了把这块石头 从彩石厂运到博物馆 专门定制了一台 196个车轮的超级运输车 总耗时11天 花了1000万美元 才终于完成这项任务 而相对比杨山碑座 16250吨 足足是这块石头的47倍还有余 就连最小的碑额 也要重达6118吨 请问这到底要怎么搬 其次咱们再来看 明孝林真正的石碑 全称叫大明孝林神功圣德碑 碑座是由整块巨石 雕成了一个锐兽 看着像乌龟 其实它叫碧戏 乃神话传说中 龙的第八个儿子 整体来看 碑座2米08 碑身的正面 刻有朱蒂亲自撰写的 2746字碑文 整座石碑高达8米78 这已经是南京地区最大的石碑 而所谓的被弃用的三块碑材 其碑座长29.5米 宽12米 高17米 重16250吨 碑额长22米 宽10米 高10.3米 重6118吨 碑身长14.2米 宽4.5米 高51米 重量8799吨 这要真组合在一起 整体高度可以达到78米 重它31167吨 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还要高 超过了胡夫金字塔的一半 相对比实际的 孝林神功圣德碑 光高度直接就缩水了近9倍 我说实话 真这么搞的话 总负责人必然要承担欺君之罪 搁谁起初都不可能这么设计 分明是给自己往死里设计 是吧 在这来说 咱们看真实圣德碑的碑额部分 有一道清晰的裂缝 从碑额一直延伸到碑身 裂缝表明了什么呢 说明碑额和碑身 亚格亚就是一个整体 由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来 意思就是说 阳山所谓被弃用的三块碑材 这种三块石头组合成碑的方式 也不太符合当时的做法 还有最最关键的 朱棣给朱元璋修的 矿骨硕金的超巨大石碑 尽管说未能按计划完工 但这仍然是一件极为轰动的事情 能很好的表明朱棣的孝心 可哪怕你翻遍整部名史 都找不到任何 关于三块碑材的相关记载 这也极为不符合常理 到时候来 清代有一位诗人叫袁木 曾写过一首 关于阳山碑材的诗 叫《红武大石碑歌》 其中就惊叹 碑如常见 惊天矣 十万骆驼 拉不起 通篇呢 大意也就是说 阳山碑材 的确是给朱元璋 修建石碑所用 但问题是 袁木 他是十八世纪的诗人 离明朝永了初年 差了小三百年 就好像 现代学者 对于雍中元年的事件 去进行猜想 其准确度 可信度 都要大打折扣 这并不能成为可靠证据 我想 当我说到这里 各位应该也大致明白 阳山碑材 绝对不可能是 修碑器用的石材 甚至 他是不是明代人挖的 都要打一个大大问号 曾经呢 也有网友提出 这三块石头 过于巨大 非人力可及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 自然产物 它本来就长得这个样子 当然不是 咱们细看这条锅缝 石材的外表面 和基岩正常表面相对比 有明显的人工处理痕迹 平滑的多的多 其次 碑座的下面 有三个精准切割的 矩形开孔 每个开孔 大约有成年人的高度 包括所谓的碑身 其侧面 也有巨大矩形开孔 光挖这个开孔的难度 就已经让人无法想象 而且古代的工匠 他们是如何得知 这么长的开孔 不会令巨石倒塌呢 各位接着看 在开孔的内部 还有一些 看起来像凳子的大石块 这些石块与碑身毫无关系 费这么大劲凿出来 又是干啥用的呢 最诡异的 还要看碑鹅 整块石头 外表面呈曲线形 以远看 好像是一座巨大石头房子 中间还设计了矩形窗口 此外 还有几个凸出来的疙瘩 关于这些疙瘩 不管是壁鲁 亦或者埃及的其他巨石遗迹 也都有类似的疙瘩 莫非这些巨石遗迹之间 有着某种未知的联系 这些疙瘩又有什么作用呢 目前并没有人知道 而之所以 现代人们普遍认为 杨山悲惨 却是朱棣下令开凿 源自于南京考古学家们 查到了一篇 与永乐年间著成的文人日记 湖广所占写的《游杨山记》 但这篇日记所载的内容更加诡异 网上能查到的《游杨山记》 版本不一 错字颇多 但就在景区门口的一面墙上 刻有部分邮寄内容 咱们姑且以这个为准 原文写道 永乐三年秋 皇帝因建卑孝林 着实于都城东北之阳山 得良才耶 皇帝就是指的朱棣 意思就是说 朱棣要建造孝林石碑 命令工匠们在阳山挖石头 得到了几块好材料 接下来又写到 其长十四丈有户 阔不及长者三之一 厚 占二尺 大意是说 这块石头长十四丈左右 宽不及长者三分之一 厚也就是高 大约一丈二尺 明朝的一尺 大概是现在的三十一厘米 一丈就相当于三点一一米 根据游记的描述 这块石头应该长大约44米 宽大约14米 高3.7米 然而这个尺寸并不符合 阳山碑材三块里的任何一块 而且游记中描述的 仅仅只有一块巨石 那我们就有理由想象 阳山碑材 其实呀 一共有四块 乃至更多块 并且其中至少有一块 居然被运走了 到底是什么力量 能搬走近万吨的巨石 还不留下任何痕迹 又搬去了哪里 干什么用的 这就不得不让人联想 一些关于史前文明 地外文明的猜测 而往这方面一联系 你就会发现 阳山悲惨 和地球上其他的 上古巨石遗迹之间 还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因为涉及到大量石化传说 包括大洪水什么的 每次一讲这些就被平台下架 为了不影响本期内容发布 哪天呀 咱单独整理一期细聊 今天呢 就先说到这里 好 最后一句话 感谢各位辛苦听完 没点赞的朋友 还反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五万分 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